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他这边跟这边两倍 那这个角度是90度 这边是80 那我先教各位第一种画法 第一种画法呢 如果我不知道说他的尺寸没关系 我可以先给他一个横向的一板 然后纵向的话就是他一半50 那折过来之后的话呢 把它close掉 回到这个端点 好那结束掉之后 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这个跟刚刚这个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是怎么样的 这一条有没有要把它拉什么 这一条他不是水平 要把它拉到拉成水平 那如果这样你遇到这种形状 比如说你本来应该是水平 可是他外一变的话 你如何把它旋转调整为变成水平的 那基本上以这一条为基准 这一条线我要把它变成水平的怎么做 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用那个旋转 旋转 那旋转的话你就把它选取起来 按个空白键 他问你说基准点在哪里 那基准点我们就以这一个最下面这个点当基准点 把它点一下 接下来他问你说呢 请问一下 你是要旋转角度 还是要做复制 还是要参考 总共你有三个选项 那角度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说我应该转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如果我知道说从这个角度 转过来的话是转几度的话 那我就可以填上去 这个角度看起来 你不能说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30度 那30度你转转看 他应该不可能说刚好水平 所以如果说呢 我不知道角度的话 那我可以用哪一个呢 参考 你可以打一个R 参考 那参考的角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会问你说 请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转 所以接下来特别注意 R enter 之后的话 你要告诉他说你原来的 旧的角度是哪一个角度 那旧的角度你告诉他说 我的角度是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 这样子 我的原来角度是这样 所以你R参考之后的话 你要在顺序 记得是从12 这个边就形成一个 一个线段对不对 然后3的话呢 你在往什么呢 3的话你就往那个3 往0度的方向去 往0度方向 他就自动帮你怎么样呢 把这个形状的三角形 往这个部分 然后变成水平 我最后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很容易做错嘛 OK 然后R enter 一下 R enter 参考 那接下来特别注意 他问你说 请指定参考角度 那参考角度特别说 1 2 给他一个角度 对 新的角度呢 就不需要1了 因为已经有个1 在1等于是基准点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请你给他一个角度 那角度我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怎样呢 这样大家你会发现 他会听你的话呢 哎 你可以转到0度的时候 点一下 哎 他就转过来 那这个技巧很重要 可是很容易做错 R enter 之后的话 123 等一下你们试试看 OK 那再来的话呢 会发生一个问题 标注一下 比如说我用线性标注一下 从这边到这边 哎 你会想说 嗯 老师不对啊 这个应该是80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是110.8 111.8 那我要怎么样 把它调整为80 这个地方哦 接下来就要讲 第二个指令 这个部分的指令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讲 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刚刚是旋转对 另外有一个是 我如果要改变他的大小的话 会有个什么呢 比例 哎 一个比例 比例的话应该是在 在这个 那样 图 我看一下图是 比例的部分 应该是在 旋转下 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对对 比例在这里 哦 肯定的同学回去都 哦 有稍微看一下 那比例部分的话 实际上哦 就是顾名思义嘛 如果你现在调整 那个三角形的比例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比例来做 啊 只是比例要怎么做 我把细部的动作 跟各位讲一下 重点 一按比例嘛 哦 那二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哎 你要说 你要说放的在哪里 那你就把这三角形 选取下来 告诉他说 哦 我选好了 Enter 空白键一下 那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 Enter跟空白键有什么差别 空白键很简单 空白键最好按 最大 你也不会按 你不用看也知道空白键在哪里 可是你Enter很容易按错啊 你Enter 眼睛还要往下瞄一下 因为Enter比较小 空白键比较大 所以AutoCAD很贴心 他知道说你摸一下知道空白键 所以他把Enter跟空白键当成同一个 然后空白键他有时候你要跳开的时候 你又要去手又要摸escape又很小 对他也知道说你可能会摸摸不到或按错 所以他就知道干脆把escape也当成空白键 所以以后你开始跟结束都按空白键就好 好 这个是小技巧小学校 书里面没讲的 那这个是平常我们在用的小技巧 OK 所以你就按空白键等于是按Enter OK 好 告诉他说我选好了就是他 接下来问你说呢 你的基准点在哪里 那我们就以那个左下角这一点当基准点好了 OK 点一下 然后他问你说呢 请问一下你的比例系数 比例系数为多少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是直接告诉他说 我要缩放的位置 比例比例部分 我就R参考一下 R也是要REnter 接下来的话 参考的长度告诉他说 从哪里呢 从这边到这边 你刚才讲说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要多少 新长度是80 第一个是旧长度 第二个是新长度 Enter之后的话 那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出现80 OK 那这意思吗 应该不太了解 可能会有点 特别说比例也很难一次做对了 我再细部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比例的点下去 告诉他说这个东西选取空白键 基准点选左下角这一点 再来特别注意哦 下面这个关键也是一样 跟旋转一样也是R 好 所以这一集两个R都是R 那R之后的话 然后来看REnter 接下来的话 他问你说指定的参考长度 意思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 那一条线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 选这边 到这边 好 这边到这边 然后给他新的长度 已经告诉他 这边应该多少 80 所以Enter之后 就80 好 了解意思吗 旧的 再新的 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是 学会旋转 跟比例的部分 好 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其实我觉得还 蛮有点意思的 就是他的复杂度 其实不算是太太 这个不算太简单了 所以你们可以知道 但他题目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 这里面如果 你会用的话 基本上你要会用两个 用的不错 就是那个旋转跟比例 那里面都有R参考的部分